透过星象绘画帮助老师们探索在教职上所面对的种种挑战 湘光研究学院即将于9月26号至28号 在大西湘光山寺举办正念教育种子师肢培训工作坊 针对老师们举办一场减压营的活动 让这些老师平常累积的压力 在课程中透过佛法让我们认识压力的来源 以及练习减压的方法 我们身团有法师修学有心理资商博士们 他们会带大家跟佛教的怎么样来结合 透过正念减压让我们能学会管理我们的情绪 也能让我们的身心健康 提升我们的教育教学的一个效能 还有教室的一个管理的知识 所以这个减压的一个生活也呢 那其实也是针对老师们来办 因为一般老师呢 现在资讯爆炸 那家长的压力 还有课程的压力 那佛教里面有很多宝贝 可以透过像观呼吸啊 还有呢 慈心观 这些呢 种种的方法 可以让我们呢 认清我们的压力来源 让我们的觉察 我们的情绪 让我们呢 放下这些情绪 然后学会 面对当下 所以这样的一个课程 在今年9月26号到28号 三天两夜的一个营活动 邀请呢 所有老师 或是你从事 有关新教育的 我们身心的心啊 注重新教育的伙伴们 都可以呢 来参加这样的一个课程 从当代医学 及正念减压 介绍正念 对个人身心的预力 以及练习正念 静心的原则方法 让我们自己 先减少压力 知道压力的来源 让我们可以活在当下 面对压力并转化它 使我们的身心 可以越来越健康 新的能量 也能够提升 法治新闻来龙学用 桃园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